廉價後主場換誰? 三大主角登場了! 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平均,歡迎輪源投顧的何珊老師 平均好,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珊 雖然台股反彈300多點看起來很強勢 不過在假期前 投資朋友好像都比較保守 所以台股就小跌作收 不過我想這應該就是一個布局的好時機 像是營收已經公布啦 又來到第四季 大家看好大趨勢像是車電還有半導體 這些個股哪些可以留意呢老師? 好,我首先分享一個好消息給大家 台積電的9月份的營收出來了 它是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由我們的台積電的護航 大家就要好好的對台股有信心了 雖然在雙十節之前 我們很多的一些賣牙 但是最主要的還是來自於 金頭髮藍眼睛在賣台股的 但是我們其他的法人都是一樣是買超的 當然我們第四季開始呢 到底有什麼樣的產業可以延續到年底 或者是明年呢? 當然目前現在是一個科技的時代 脫離不了電子產業 那麼電子產業基本上來講有四大主軸 一個就是IC設計是最上游的 再來是晶圓代工 再來是封裝 再來是測試 所以這一連貫當中呢 就是電子的產業 當然現在大家講那個什麼電動噗噗對不對? 電動噗噗跟電子產業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電子產業呢 所有東西沒有經過那個IC設計最上游的 你沒有辦法做那個晶片對不對? 所以這一連貫的就是告訴大家 掌握這一次的一個時效性 電動車一定是未來的主流 當然這時候要好好的霸戰 剛好這一天的一個甩教洗盤 你剛好趕快找機會做一個進場的動作 那麼今天核三要告訴大家 第四季的三大主軸 也可以說四大主軸 因為還有含了部分的傳產 那麼今天主要跟大家訴求三大主軸 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還有一個IC設計還有車用電子 第三代半導體呢 大家在講那個車車對不對? 你車車裡面有氮化加燙化系 這個東西比較特殊的 所以才要衍生到發展到第三代半導體 那麼第三代半導體也屬於 就是比台積電在上游一點的 就是要屬於那個晶圓的部分 那麼再來就是像IC設計 我剛才說過一定要用設計出來的東西 才可以丟給下面的對不對? 所以這是所有的電子產業最上游的一環了 再來所有的車用電子 大家在講說車車 對啊 你車車沒有這些電子零件怎麼做呢? 好 現在我就跟各位說 這三大主軸當中 有哪些股票可以留意的 首先我們來看那個大盤 大家認為大盤要繼續上漲還是要往下呢? 平均 我覺得會繼續上漲 沒錯 平均完全答對了 因為我們這個大盤的行情 它是步步高 所以這種行情有機會在我們回來的時候 整個就是整個翻牆上去了 那麼大家要留意的第一個就是 第三代半導體血統最純的漢磊 漢磊雖然在禮拜五的時候有些許的賣壓 但是這種股票建議 只要逢低壓回修正 你就要趕快進去買了 因為這種股票還沒有做完還沒有漲完 只是漲多的要壓回 再來就是像那個家金 家金是漢磊的子公司 那麼在這裡既然有一個媽媽 當然是小孩子也很爭氣 不管什麼金什麼磊的 這個家金已經做了很久了 這塊是它的強項 再來就是包括世界先進 世界先進就是台積電轉投資的 那麼轉投資的第三代半導體 台積電扶植它很久了 所以在這個台積電有成長當中 當然它會把好的給世界先進 所以你要留意了 再來就是像這個全新 全新說實在跟第三代半導體有什麼關係 因為它是3D感測PA功率放大器 那麼這兩個領域當中 它本來就有氮化家 那個什麼生化家 那麼生化家你要演變到 氮化家碳化系這一塊呢 對它來講是很輕而易舉的 所以近期法人開始在認養了 這種是底部反轉的 所以大家多留意 再來就是像洪杰科 洪杰科大家都知道 那個中美金他們集團入主了 對不對 那麼入主呢 當然它本身中美金環球金 他們就是太陽能 然後再隐身很多相關的 這是什麼金什麼磊的東西 所以剛好呢 它去吃了這個洪杰科 也是要在這塊第三代半導體 有好好的一個作為了 再來就是像這個蓬城 蓬城跟那個中美金有很大的關係 這都他們相關的企業 所以你看這些企業有企圖心 你要有很大的企圖心 黃黃相扣 企業都有企圖心 就是為了要讓它企業成長能夠賺錢 那能夠賺錢 當然股價就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營收 對不對 再來就是資源 資源就是我說的IC設計 它屬於廉家軍的 IC設計的資源 到了禮拜五還噴到外太空 它直接漲停漲停了 那這種股票呢 是法人從9月份 8月份一路認養 截完帳再作帳 它轉到10月份的 那這種股票它又有什麼呢 其實它有一塊的晶片呢 它已經跟美國一個AMD 他們有簽約了 那麼這個呢 它這樣預估大概5.5億顆 商機非常的龐大 所以法人一直在認養 再來就是像這種創維 創維它原本屬於USB的這一塊 但是後來它有些的轉型呢 一直造成它商機一直大爆發 所以沿著這種多頭軌道的這種行情 大家就要壓著買了 再來就是像這個乙勝 乙勝跟地動車有很大的關係嘛 鴻海要看那個MH步步大會 對不對 那這是他們首選嘛 他們家的小孩嘛對不對 乙勝它也是特斯拉的概念股 它還有一些的就是相關的一個體材材料 還有一個叫做廣語 廣語它主要是在PCB 但是自從鴻海把它列入紅家軍當中 這一塊的它的一個相關的體材 會給廣語來接了 那碩河也是碩河這個集團股嘛 它也是太陽能在轉型的 以後可以供應到電動車的最主要電池方面的 再來就是美琪瑪 美琪瑪當然電動車最重要是什麼 心臟 所以電池很重要了 再來一個康普 也是電池裡面相關的很重要的東西 再來一台車最重要一個殼嘛 機殼當然就是選這個叫做紅準了 最後一檔告訴大家的 這個大同的轉型它有車用的一個體材 還有太陽能的體材在這邊多多留意的 謝謝 謝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核酸老師的light跟telegram喔 踩進急診室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